今天邀請卸妝的六位 是在網路上面 以美妝保養部落客著稱 累積的人氣都到幾百萬 乃至於千萬以上的人氣博主 那他們呢 等一下卸妝 會讓我們看到素顏的樣子 希望他們有把放大銅片 還有瀏海都處理掉 那... 好 陳先生大哥 OK Cherry跟艾艾好了 我們先請其中一位吧 好 我們先請Cherry Cherry準備 歡迎Cherry 好 來...這邊走 這邊走 好...這裡... 好...這裡...好 Cherry 這是妳的睡衣 這是橘夾服吧 妳的睫毛根本沒拿掉啊 睫毛是中睫毛 妳如果知道 來卸妝妳還是中睫毛 沒有...是之前都中了 真的 她這個不公平 真的啦 因為如果有中睫毛的話 根本就沒差 還有她的放大銅片還在對不對 不在 我拔了 真的 我真的拔了 妳瞳孔這麼大 我真的拔 我剛剛很介意的 就是放大片 可是剛剛工作人員逼我一定要騎 好 我看妳的額頭 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嗎 我先幫妳鑑定 如果太糟的話 是啊 沒有 可以分享那也不到驚悚的程度 準備好了 好 手一定要拿下來嗎 沒關係 妳先摸著 等一下再說 好 Cherry小姐 是人氣非常高的美妝保養的部落客 我們先來看看她卸妝後素顏的樣子 一 二 三 卸妝之後的Cherry 額頭的膚色有些暗淡 年紀的部分 看來是為了寫部落格長熬夜 有著黑眼圈呢 非常...非常OK啊 對啊 沒什麼差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下一個步驟 放下手 手要放下 好 沒關係 很豁達 先仔細看她的額頭 她的太陽都是曬在額頭上耶 你說偏黑嗎 對 她額頭好黑喔 可是她額頭發亮還滿有朝氣的耶 就黑的發亮 妳要把有框眼鏡拿掉嗎 是可以不要嗎 沒辦法耶 好啊 拿 妳剛剛框眼鏡是要遮什麼啊 遮什麼 黑眼圈嗎 看能遮多少就遮多少 因為我很愛熬夜 我都五 六點才睡 想說還是遮一下黑眼圈 現在看久之後 真的她額頭跟臉部的顏色 是不一樣的耶 對 我有蝴蝶結 是蝴蝶結的陰影 因為現在妳真的 不然妳回家看全部會嚇到 是兩個色系 好啦 那這樣子 拿掉了 對啊 這個是黑的 沒有那麼高啦 完全不用沒自信 可是人不出來 然後就會一直看著妳的額頭 妳有發現嗎 所以要不要把那個戴上 會比較高興嗎 沒關係 反正都這樣 豁出去了 沒關係 好 謝謝妳 謝謝 請坐 妳剛才在後面看 妳覺得艾艾的狀況怎麼樣 很OK 因為也看過她素顏啊 是 好 那我們要看艾艾囉 好 我們歡迎艾艾 好 這邊喔 我剛剛看到地上 女生不要被聽到了 好 這邊請 我幫妳拿 狀況還是好 可是就如果要是 部落格美妝大師的話 就比較... 會商量的餘地是不是 就是她的文章 如果看了她在大獎 自己多會保養跟多會化妝 這一類的經驗我就會想說 開始有一點問號 她的瀏海還在 我覺得問題不是瀏海耶 是她整個人那個氣勢跟... 是喔 對 和美妝保養是有一點點落差 看起來很像是在家會自己 做飯糰給小孩吃的媽媽 的那種型的路線 是好媽媽 對 年輕媽媽 有參與生活 對 會參與小孩的運動會啊 自己帶那些便當那一類的 那很好啊 這是妳的家居服 我們看一下艾艾小姐的素顏 她變得... 比較生活化對不對 生活化很多 感覺就是一個很文書處理的人 對 我覺得如果以公司裡面的職位 她化妝的時候 感覺上是總經理秘書 對 就是帶得出去 然後她卸了妝之後 感覺上好像是會計部的姐姐 是 就是待在辦公室就好新的女生 然後很謹慎 很小 主要是殺氣沒有了 對 就是那個光 她有化妝的時候 你會覺得她有一道光會亮出來 那卸了妝之後 那個光瞬間就收起來 對 因為如果以現在這個姿態大 講說保養美容 你就會想說 就是比較的說服力而已 比較有落差 就是如果說保養跟化妝的話 有一些技巧你可以增進 就是可以讓你變得很亮眼 艾艾你可不可以站到你的那個 照片旁邊去一下 可以啊 艾艾她的唇色 也比較就是沉了一點點 所以就會讓她覺得 原本的那種亮麗感也減弱了 其實她有妝的時候比較快樂耶 對 她現在好像有一點不快樂的樣子 對 就覺得她心裡面一直在算 昨天那筆帳怎麼會不對呢 艾了妝之後 感覺不是那麼愛旅行 比較像要推嬰兒車 在公園走一走啊什麼 然後每次想要回家躺一下的 那種新的女生 就比較沒有驚訝 艾艾也是六個 裡面年紀最大的 我們知道 因為她有來過我們別級 然後她有嚇到... 她當時戴妝 然後有嚇到一些男明星 猜不出來她幾歲 對 所以我可以帶給大家希望嘛 可以啊 老是妳皮膚都還是好的 只是說是有落差 好 艾艾艾辛苦妳了 謝謝 請就位 謝謝 我們先看佩佩好了 因為看起來剛才那個影片裡面 佩佩沒有什麼問題的樣子 OK 我們歡迎佩佩 妳好瘦喔 真的嗎 謝謝 艾志姐不要瘦吧 瘦爆 我幫妳拿喔 好 她剛才有講說她紀念是大爛臉 其實我最擔心就是 她沒有在開玩笑啊 對 妳最擔心是她嗎 對 因為她紀念皮膚更晃 台灣妳過來看一下 如果很嚴重 我們就不一定要把面具拿下來 真的啊 通常嚴重到破例就不拿下來 妳覺得這個鏡頭拍得出來嗎 我覺得如果拍鏡 真的 好像不會拍鏡啦 我會形容她現在皮膚很像沙漬 就很像比如說妳要吃麵之前 先灑一些胡椒粉在那個麵上 就是好像有東西灑在她臉上 可是我不知道我拍不拍得出來耶 因為如果是強光跟遠鏡頭的話 應該看不出來 所以等一下就一直戴她全身就好了 是不是 因為這除非是要很細的拍 對 倒錯了口氣 她就好必要這麼緊張嗎 這樣嗎 有這麼可憐嗎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出來 可是我肉眼看不出來 肉眼看比較嚴重是不是 還滿嚴重的 可是如果這不是妳... 如果這不是妳的常態就沒關係啊 她的分手化妝這支影片 得到600萬的點擊次數 陳佩佩小姐 1 2 3 分手被佩佩卸妝之後 差別不算太大隻 皮膚有明顯的小痘痘 看來是不是最近 又為了感情所困了呢 妳看 很好看啊 這個距離拍出來 是沒問題的耶 對 別緊張...沒問題 略略看得出來那些斑點 可是不是什麼 致命的東西啊 觀眾是會原諒的啦 好 妳要不要到妳的照片旁邊去站一下 沒有了 謝謝 差點沒那麼大 妳勇敢一點 沒有 這是皮膚啊 因為最近真的狀況不太好 我覺得認得出來 是同一個人耶 妳那個在電視機上 就不太清晰了 妳看螢幕嘛 妳看螢幕喔 對 妳五官非常的清楚 所以沒問題 好 謝謝 辛苦妳喔 佩佩 請坐 謝謝 小草莓 好 我們歡迎小草莓 謝謝 他們這樣 妳還好嗎 很緊張啊 緊張... 真的嗎 我覺得他們真的 他們根本無心要來上這個節目 怎麼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黏了 都中了假睫毛啊 我沒有耶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拌掉了 很久了 中了這樣 可是妳如果有心的話 妳不就是應該先把它拆掉嗎 因為妳們節目通告真的發很緊 我想去卸也沒有辦法 因為有中睫毛 他們就像沒卸妝一樣就是... 可是中睫毛要抓人家拆掉 是太過分了 我知道 可是就是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我... 我看一下妳的皮膚狀況 還是有一些痘痘的 就是深入的痘痘 那幹嘛戴有眶眼睛啊 因為... 不是要拔瞳孔放大片嗎 對 那妳把空空眼鏡拿掉呢 假睫毛效果好好喔 對啊 這有什麼好聊的 你們就是已經有戴假睫毛了 沒問題 也別擔心 好喔 準備好了 好 人氣這個部落客小草莓 來吧 好啊 來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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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怕